那我們上次跟各位講完所謂的Digestion Algorithm 對不對 然後我跟各位講過 其實Digestion Algorithm它最主要的概念是什麼 它最主要概念是指說 當我們今天決定了 從我們的出發點V 到我們的出發點U 它之間的最短路徑 我決定了以後 就是說我從V到U 這個最短路徑 我決定了以後 那接下來我的出發點V 我就要去思考說 當我今天要走到W這一點的話呢 我是經過U比較好 還是沒有經過U比較好 所以說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就有兩條路徑 然後要選擇 所以說這個我就要去思考說 我從V經過U再到W 路徑會比較短 還是我今天從V直接走到W 我不要經過U會比較好 所以這時候來講的話呢 我就有兩個條件來讓我們判斷 一個是我直接走到W 跟另外一個是我經過U 再經過W 我這兩個路徑 來看看說 哪一條比較短 來作為我 從V到W之間的一個 最短路徑 這是我 digital algorithm 它最主要的一個 設計概念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digital algorithm 它的成立條件是什麼呢 它的成立條件是指說 我圖形當中 不能存在 負成的本能邊 否則我這個digital algorithm 就不能運作 什麼意思呢 你們看一下喔 我現在這張有項圖裡面 有一個邊 是負的邊 好 就是從C走到B 它是負的 那你想想看 我經過digital algorithm的運算之後 我們假設今天是從A為出發點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先思考說 我們是從A走到B比較近 還是從A走到C比較近 很顯然的 我們現在是從A走到B比較近 所以說我們的路徑常識2 好路徑常識2 這是我們透過digital algorithm 所得到的一個結果 然而你想想看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從A走到B 真正的最短路徑 是先從A走到C 再經過B 會最短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從C走到B的話呢 它的成本是負的 也就是說 我今天從A走到C的時候 成本是5 我今天從C走到B的話呢 我從成本是負4 我5加負4是多少 1 對不對 比我直接從A走到B來的更少 所以說我跟各位講過 如果說我這個有項圖裡面 只要存在負成本的邊的話 我digital algorithm就破功了 好他就破功了 OK 這個跟我們前面的佛洛伊德演算法 不要搞混喔 前面的佛洛伊德演算法的話呢 它是說 你有負Cycle的邊 佛洛伊德演算法才會破功 那這邊的話呢 只要你有負的邊存在 就完蛋了 兩個要特別區分 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底下只是把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我用文字的方式 再幫各位敘述一下